那目前呢記者是位在新北市屋萊的這個屋萊老街 可以看到呢目前呢 雨勢是稍稍的趨緩 但是呢屋萊老街呢 現在是完全沒有人潮的 因為今天是周六啊 那可以看到縣長是完全沒有人潮 那店家呢也是選擇 先做這個房台的動作 將鐵門全都拉了下來 但是呢目前在屋萊老街呢 還有一家包子店在賣早餐 是選擇繼續營業 那為什麼會不會颱風繼續營業呢 我們來聽聽現家稍早的說法 我們是有在看天氣的啊 對啊沒有沒有沒有風雨就可以開啊 不然居民也是要吃早餐的 哦那今天生意好嗎 哦那現在目前還沒有什麼啦 透過畫面中可以看到呢 目前這個烏來山區啊 它的溪流呢 是有稍稍上漲的一個趨勢啊 雖然說目前雨勢是已經趨緩 但是可以看到河流中呢 這個顏色啊是相對的混濁 也就是從上游沖刷下來這些土石啊 都夾雜在這個溪流裡面 那麼目前呢 雖然說這個雨勢呢 是稍稍的有一些趨緩的趨勢啊 但是目前店家呢 還是選擇沒有開門的 然後呢 因為不排除啊 稍完的雨勢呢 會繼續的增強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哦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baby 兒童 孕婦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 好